瞬間搶風 鷹架就像是土石流 全都散落 怎麼會這麼嚴重 難道是鷹架沒綁好嗎 說是帆布惹的貨 仔細一看 這個工地的鷹架上頭 1 2 3 4 5 6 7 8 至少最有8張的帆布廣告 只要其中一張被掀翻 以當時高雄瞬間鎮峰八級來算 速度每秒有17.2到20.7公尺 壓力是每平方公尺35到52公斤重 我們就取中間值來計算 力等於壓力乘以面積 也就是說算起來就是40乘以9 等於360公斤重 相當於一台重型機車的重量 有這個機會 因為當你速度很快的時候 代表你的風壓很大 那截面積假如當時的帆布 因為比較大塊嘛 所以假如你帆布比較大塊的時候 這個承受的力就相對的大了很多 而且是瞬間突然變成八級陣風 所以對人到時候在鋼架的時候 瞬間有一個可能300多公斤的力 往下面垮的時候 就有機會導致整個建築物被垮下來這樣 就算帆布在瞬間強風下 可能會產生巨大的拉力 但也不能排除 鷹架沒有綁緊的可能 現在只能等待調查 給家屬一個答案 即日城市煉物輕盈 台北報